今天由国家移民管理局签发的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正式启用 该证是经批准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外国人的法定身份证件 大家看看啊就是我身后大屏幕上的这个证件 那这个证啊因为加入了体现国家标识的五星元素 所以新版永居证又被称作叫五星卡 那什么样的申领人才能够拥有五星卡呢 据了解签发首日共有50名取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 领取到了首批五星卡 他们来自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瑞典 新加坡 韩国等20多个国家 均为在经济 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等多个领域 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员 当中啊也包括中国政府有意奖获得者 在华长期任职工作的外籍高层次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 在重点院校科研机构长期从事教学科研的外籍教授学者等 那今天啊北京 上海 四川等地公安机关出入境办证窗口 也都迎来了首批五星卡申领人 在北京的初入境办证大厅 共有五名外国人领取到了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我很荣幸成为第一批拿到五星卡的外国人 我是零七年来北京了 十六年前一直在这儿 所以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这种永久居留证 一个住宿啊 拿那个火车票 机票等等 这当然是非常方便的 就在中国生活 旅游 出差办事 应该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上海 成都等地 除了首批来领取五星卡的 还有不少人是来现场填写申请 旧卡 换领新卡 我觉得这个整个申请的流程都是非常的顺畅的 窗口的老师们也给予我们很多的指导跟帮助 换得顺利吗 非常顺利 填了一张表十几分钟就完事了 大概有多久能拿到新的 可能几天吧 几天 是给您自己办吗 还有家人一起 这也是国家移民管理局 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 吸引海外人才 便利海外人才 在华工作学习生活 服务保障 国家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举措 那咱们也继续了解一下新版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也就是五星卡上都有哪些亮眼的元素呢 又有哪些科技亮点呢 对现版永居等基督和试督区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 完善调整技术规范 优化美化版式布局增强防卫性能 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证件号码 由原来的15位调整为18位 编列外国人标识码 国籍代码 申领地代码等信息码 一人一号终身不变 同时还优化了版式布局 完善了有关登记项目 在证件的背面 使用了全新绘制的长城图案 在证件的正面 新增了体现国家标识的五星元素 两个中国符号的添加 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形象和中国理念 来自俄罗斯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索罗宁告诉记者 领取五星卡也让他十几年的在华工作生活有了认同感 感觉也不一样了 自己觉得好像是说 就怎么讲啊 好像觉得自己有点肯定了 对吧 就是说是国家还是对我们 这个算是承认我们的贡献 是可以这么说 对吧 我觉得他是只是给予我们这些在华有点贡献 然后也非常想要继续居住在这里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好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是外国人在中国内地工作和居住的法定证件 所以国家移民管理局会会同有关部门 将大力推进各相关行业领域应用系统 设施设备的适配性升级改造 便于五星卡执政人 在交通出行 生活消费 金融通信等公共服务 政务服务领域和互联网平台使用 那五星卡都将能够使用在哪些方面呢 老板的证件还能用吗 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作为永居外国人 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合法身份证件 可以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 政务服务领域和互联网服务领域 需要证明个人身份时单独使用 无需再出示其外国护照 具体的来说 主要用途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 持证人 可凭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和有效护照 多次出入境 无需另外办理签证或居留证件等手续 二是 在国内乘坐飞机 火车 轮船等交通工具 可凭五星卡购票 查验 乘车乘机 三是 在国内旅店住宿 可凭五星卡办理有关入住手续 四是 办理银行 保险 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 办理通信 税收 财产登记 诉讼等社会事务时 五星卡可作为合法身份凭证 五是 在全面实现线下应用的基础上 主要互联网平台应用软件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铁路12306 交款12123 个人所得税等 社会公共服务 政务服务领域应用软件 已将五星卡纳入认可使用的证件类型 12月1日起正式签罚启用后 前版外国人永久居住身份证 在有效期内仍可继续使用 持证人也可根据个人需要 适时向常驻地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 或直辖市公安分县局出入境管理机构 申请换发五星卡 换发的五星卡将加注原永居证号码 保证身份证件的关联一致和衔接应用